中央社记者王晨忠台北七日电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针对代理运母合法化表示 目前争议人多 因牵涉伦理问题修法需高度共识 还需要沟通协调 对于何时提出修正草案没有时间表 根据联合报日前报道指出 卫福部国建署表示 去年8月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增列代孕生殖 代孕者权益保障等十月法案遭退回 待讨论周详后 目标今年年底以前在宋政院判顺利立法 陈时中上午列席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被寻前受访表示 上周有开过专家会议 但争议人多 包含代孕者的相关权益 即将来小孩生出来后的权益保护等相关争议人在 目前还在沟通协调 他说对于提出修正草案没有时间表 应牵涉到伦理问题需要高度共识 所以要有相当程度的讨论 一百零六万一千两百零七